金九银石的希望算是彻底破灭了 打了这么多鸡血 并没什么卵用 28个重点城市十月楼市销售 同比下降了5.7% 同比啊 去年那个时候大家记得 那是什么时候 环比呢 更夸张 下降了18.94% 九月那么多新政密集的出台 个别城市就那么稍微的动弹了那么一下 十月就又跌回去了 这新电图现在一条直线了 现在看二线城市再出什么政策 看来都没救了 市场也就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撑着了 那四大一线城市呢 它的房屋市值啊 其实占中国房地产总市值的40% 所以这是房市最后的基本盘 既广州非核心区取消限购 现在上海金山也取消限购了 但看上去好像也没多大用 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全面取消限购以后 这房价会不会大涨了 而是房价会不会崩盘 有两条线是特别需要关注的 一个是开发商的平均利润是9% 所以如果房价降9% 那大部分开发商其实就都资不抵债了 这很难再融资 一个恒大一个碧桂园就上百万套房子要保交楼 全国现在预售的房屋总数啊 有3200万套 3200万套 面积约312亿平米 这是住建部的数据 第二个呢 就是房价跌30% 这是银行的警戒线 这银行做过压力测试 就是这银行导致这个系统性风险的一个警戒线 就是30% 也就是房价跌三成 而且呢 大部分有房贷的家庭都会变成负资产 这个目前居民房贷总额是38万亿 约80%的家庭要还房贷 最后还是天气预报 今天北京降温了 最低7度 最高也才16度 天气越来越冷了 sno 摆 打 融 想 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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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